欢迎来到美厅 贫穷不是正义,懦弱亦非善良 隋文帝时,有个幽州总管燕蓉,这人是个虐待狂 无恶不作,见人就打,不把人打到皮开肉烂见骨头不罢手 有一次,燕蓉出去巡视,在路上见到荆棘一从 可以用做鞭打的工具,就用来试着鞭打人 有人自己陈述辩解说没有犯罪 燕蓉说,今后如果有罪,可以饶恕你 等以后这个人犯了小过失,又要打他 这个人说,前些天被打,使君您曾经答应有罪可以饶恕我 燕蓉说,没有罪过,还那么责打,何况有罪过 接着,又像从前那样打了一顿 燕蓉每次巡视幽州境内,听说官吏百姓的妻子女儿有长得美丽的 就住在那家,把这些女子监污,贪酷暴虐放纵任意 一天比一天厉害,哪怕有一天不打人,他就全身不舒服 当时袁洪寺被隋文帝任命为幽州长使,袁洪寺害怕被燕蓉所侮辱 坚决推辞妇人 隋文帝了解这一情况,下赤叔给燕蓉说 袁洪寺如果犯下鞭打十下以上的罪过,都需要上奏让我知道 燕蓉愤怒地说,袁洪寺这小子怎么敢戏弄我 于是就派袁洪寺监管百姓缴纳粮食,如果在粮食里发现一点米糠一颗鼻子 就加以处罚,每次鞭打自然不到十下,但一天里边有时要打好几次 像这样过了一年,怨恨一天天积累,燕蓉就把袁洪寺逮捕下狱,禁止给他食物 袁洪寺饿得受不了,抽出衣服里的棉絮,活着水吞咽下去 此时震惊了朝廷,仲官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替袁洪寺鸣不平 陛下,陛下,善良的人,难道就要遭受不公吗?正直的人,就要被人冤枉吗? 陛下,不要再冤枉袁洪寺这样善良正直的人士了 事情闹到这份上,隋文帝再不管一管,就说不过去了 于是,隋文帝派人赶去审问,查时燕蓉确实暴虐有贪污受贿,名声败坏,于是召回京城,赐死 隋文帝传指,给善良正直的袁洪寺平反,以其继任幽州刺史 但故事还没完,可笑的是,袁洪寺比燕蓉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实在,袁洪寺是个比燕蓉残暴百倍的虐待狂 燕蓉的虐待,属于针对于个人,虽然残酷,但你只要别被他逮到,就能逃得过 而袁洪寺之残灭,却是以群体为目标 公元611年,他在东来海口督造战船,准备水陆并进攻打高丽 各州派去服役之人都备受袁洪寺的折磨 征调来的一幅下水后,即不再允许上岸 只能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泡在水里劳作 劳工们,自腰以下,无不升驱,由于泡在水里时间太长 许多义夫腰部以下都升了驱,活活累死后就顺水飘走 但此一件事,死在袁洪寺手下的无辜义夫就多达数万人 当袁洪寺在燕蓉手下遭到残酷虐待时 世人对他是充满了同情的 但蒙寿不公正,这与袁洪寺的品德毫无干系 只有把他放到燕蓉的位置上,才知道他所谓的善良 不过是在权力之下的恐惧与懦弱 一旦获得权力,他立即露出了比之于燕蓉更要凶残的本来面目 几年前,郑州曾有家馒头店 看到很多环卫工人和流浪汉吃不上热壶饭 就开办了爱心馒头,免费送热壶馒头 但没过多久,店主就哭成了泪人 馒头也送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上门滋扰,说 你不是免费送馒头吗? 今天我不要馒头了 你把馒头钱退给我,快点掏钱 被这些人纠缠,馒头就送不下去了 店主被迫停止了送馒头 其料登门谩骂的人更多了 污蔑栽赃者有之,破口大骂者有之 总之是非常热闹 悲催的店主,唯有以泪洗面 好端端一家馒头店 万万没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类有个自欺的本能 会把自己的懦弱说成善良 把贫穷当作是正义 但实际上,善良或正义 与人的经济状况并无关 有些人正是因为缺少了善良和正义 才沦为弱势群体 如果这类人心里少些愿毒 多点宽容 就不再需要全社会向他伸出爱心之手 相反 如果一个人内心缺失了良善 无论多少只爱心之手向他伸过去 他琢磨的是顺势把你拉下去 根本没有感恩自强的意识 格兰修女有句奸言 值得我们仔细揣摩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 没有逻辑的 和以自我为中心的 不管怎样 你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是友善的 人们可能还是会说 你自私和动机不良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功成名就 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 和一些真实的敌人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取得成功 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 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 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去营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 他们可能会嫉妒你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快乐 你今天做的善事 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做善事 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 给了这个世界 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 不管怎样 把你最好的东西 给这个世界 你看 说到底 它是你和天主之间的事 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这段话提醒我们 在你能够厘清善良与软弱之前 在你能够区分贫穷与正义之前 所谓的善事 很有可能不过是蠢型而已 生活就是这样 不是你善良 就会唤醒别人的善良 唤醒别人的良知 相反 有人会利用你的善良来欺压你 爱心馒头店的店主 想得非常简单 传递正能量吗 嗯 反正馒头也是要争的 多争几笼 送给环卫工人和弱势群体 让这世间充满爱 多好 于是店主决定 凡是来店里的环卫工和弱势群体 一律每人赠送五个馒头 分文不取 在这时候 店主认为所有的人 都和他一样的通情达理 有自我尊严的人 谁会为了几个馒头 见他自尊 但当领馒头的人 排着浩浩荡荡的长队来到 店主就有点崩溃了 他万万没想到 来领免费馒头的人是如此之多 有些人从大老远跑来 就为了领五支免费馒头 店已骑虎难下 只好加班加点 带领员工多多的蒸馒头 等到月底一算账 店里的营收全部蒸成馒头送出去了 每天要蒸太多的爱心馒头 店员们被迫连轴工作 得不到休息 怨气冲天 再这么干下去 恐怕就得关门了 要不 把每人送五支免费馒头 改为送三支好不好 绝对不好 领馒头的人愤怒了 你说好的 每人五支嘛 凭什么出而反而 说话不算数 你还是人不是 还有没有良知 给我们退钱 退钱 这是免费馒头 根本没收你们的钱呀 胡说八道 造谣一时爽 全家火葬场 你是收了环卫公司的钱 专门给我们做馒头的 黑心店主 客扣我们的血汗钱 还我们的血汗钱 惨了 店主被骂得目瞪口呆 完全不知道自己遭遇到了什么事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过几支爱心馒头 竟送出这么一场乱子来 这时候 店主再不累奔崩溃 就说不过去了 只是因为 店主对人性缺少思考 把贫穷当作了正义 把懦弱认作了善良 信心满满 要传递正能量时 却一头撞到了人性的暗墙之上 总而言之 贫穷意味着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种缺乏进取意义的生存哲学 一种自我封闭 充满怨恨的思维取向 唱歌的可以不负责任的哼一曲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 世界会变成美好人间 但一点点爱是不够的 贫穷是个黑洞 会把缺乏智慧的善心吸引进去搅碎 非但没什么效果 反而让更多人变得冷硬起来 正如德兰修女所说 你的善行义举 不是为了那些为贫穷所困的人 而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的良知不被湮灭 为了你的心 让他保持柔软与善良 所以 当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要记住 善行意味着你的一种生活哲学 要依据自身的经济状况 做出考量 你可以送馒头 也可以送任何你想送的物品 但这种举止 不可能帮助太多的人 你只能在有限范围之内 做到你能够做的 哪怕你一天只 送出一个馒头 也是值得加许的善行 无论你做任何事 都会有一种偏狭的眼光 恶毒的心肠 刻意要将你逼上道德的绝境 这种怨毒之心 是比经济的贫困 更可怕的穷心独富 有些人正是因为这种偏怨之心 才沦陷绝境 无有摆脱 他需要的是时间来拯救 切不可 被怨毒之心所绑架 不要理会穷心独富者 救人救到底的邪恶纠缠 你只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这就够了 善行的另一个价值 能够让你认识到 人性的微妙之处 同样的一颗心 当它呈开放态势 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接纳别人时 这颗心就呈现出光明 为你带来快乐与智慧 而当这颗心产生出无可释怀的怨恨 黑暗就在这一刻悄悄爬了进来 在人性的深渊面前 我们需要始终保持灵智的清醒 要真切认识到 人生最大的善举 就是保持自我的纯净 只有当我们的心 不被偏狭怨愿所控制 我们才能够设过人性暗和 重新审视此前的错误直觉与成见 才会变得成熟而赋予智慧 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善念义举 记住 我们要善良 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不是为了博取一些名声 我们善良 就是为了头上的一片天 心中的一个天理 所谓天理良心 不要为别人活着 只为你自己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